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你的莫名执着 想有开种子在心里等着结果 也后知后觉 确定每次当你不在我就失落 就算分开一刻 都觉得舍不得 我大概是疯了才会认真不说 是非你不可 是早已诚恳 有深刻的在爱着 如果有可能 让我和你从路远变做我们 一日三才有你在才算是丰盛 爱不用假设 只要我的心 懂爱你有多认真 以余生为真 从此后我只想要一个我们 梦里现实有你在才算是完整 我越陷越深 才懂想给你幸福的心多认真 以一辈子为真 宋总 您要的资料我已经发到邮箱了 蓝迪的资金链过于脆弱 齐小姐的策划案虽然很专业 但其公司人员配备 并不具备将方案落地的执行能力 基于封控考虑 提案不建议通过 好 好 好点了吗 好 好 好 多了 谢谢啊 嗯 你要不去洗洗手吧 嗯 不好意思啊 以后绝对不会发生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对不起啊 没有 没事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要不你把那个策划案过一下呗 我们还等着订金啊 好些了吗 好些了吗 他怎么还没睡啊 该不会是因为花的事 好多了 谢谢关心 修改版策划案我很认可 明天来公司相谈吧 这代表 八九波离时了吧 太好了 好的 我会继续努力 一定达到茂林的要求 嗯 来了 呦 你咋来了 今天晚上 与你共享美食 这 你又捆花了 你涂了没啊 我给你涂一点吧 这 不这不用 涂过了 你这么大反应干什么 这不知道的 还有 他给你涂的 说什么呢 那个 电话响了 怎么了 相亲 你不是跟你妈说过 强女友的瓜不甜吗 可是她说呢 你又没有尝过 哪能知道瓜甜不甜 万一是个杀饶的呢 不行 不行 那行嘛 行 这都一二遍了 事不过三 再说我明天 可是要去茂林签订订金的事 我真的没时间 那就选一个 茂林附近的地方嘛 你工作那么重 肯定以你工作为主的 那你就自己亲自去走个过场呗 那又不是真的要结婚 你怕什么呀 只要跟结婚有关的 我连过场都不想走 行 不提这个 但是太后那边呢 我又扔不起 所以这个坚决的手塔任务 还是得交给爱飞啊 你比较有经验啊 那还不是不乖你所赐 打听的事情怎么样了 佟总 我查过了 齐斯勒在给茂林的推介会 做策划案 推介会 是的 听说她明天就要去茂林谈项目 那正好 我们和茂林的续约合同 也约在明天吧 好了 佟总 你怎么不吃啊 你怎么不吃啊 这天使啊 那麻说了 弄此死不 我看过立心的照片 所以你不用这样 今天我也是提朋友来的 不好意思 原来你也是 我们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所以你不用太拒谨了 谢谢您的谅解 一会儿我来买单吧 没关系啊 我原本也是单身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按照相亲的流程 进行下去 而且我刚才已经买单了 那 谢谢 可是我本人并没有要相亲的打算 我是一个慢热的人 我们可以先慢慢地加深了解 然后你再做决定 是时候放大招了 实不相瞒 我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那你 还真是勇敢 我也是母亲一个人带大的 在我上大学之前 都一直住在西装镇 现在不在身边了 我也会经常想她 您是西装人啊 我也是 我说怎么见你会这么亲切呢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今天 也许以前我们还见过面呢 真有可能 那合同我再落实一下 那你进不就 三中附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人工户 那时候一到放学一到放假 我一会儿还有个朋友要见 就先失陪了 幸会 好 三哥 那你先忙 你也是三中的 是啊 太巧了 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高三的学长 也叫李雷 是我妈妈班上的学生 你说的是刘湘岚老师 天哪 师哥 我们真是太有缘了 出来相和亲 还能有这样的惊喜 是啊 怎么会这么巧 那师哥 咱们以后可得常来常往啊 那当然 那当然了 对了 刘老师现在会不会经常 催你结婚的事 我们家现在催得特别紧 还好 不过我也不会因为父母 就改变对感情的看法 我觉得还是得找一个 有责任心 有耐心 并且能一起面对问题的男人 而且感情这种事还是要看缘分 那我得往这个方向努力了 我开玩笑的 思乐 怎么没有去药园啊 你怎么在这儿 吵架归吵架 不借孩子放学不好吧 思乐 这位是 不好意思啊 她是 自我介绍一下 齐思乐的丈夫 这位是宋太太 胡说什么呀 激动 动了胎气 对孩子不好 我 你已经有家庭了 不是 思乐 就算你是替朋友来相亲的 但是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 不好意思啊 我太太比较调皮 我们先走了 不是 师哥 你听我说 别动了胎气 宋太 宋浩宇 宋太 你到底要干吗 相亲 还能替的 我懒得跟你说 一起吃个饭累了吧 不吃 宋浩宇 你以后搞不清楚状况 能不能别乱说 起司乐 师傅 等等 师傅 我要上车呢 你松开 要请我吃饭是吧 对啊 去哪儿吃我来订 来 不好意思 起司乐 我们这是 跟着我就行 闻着臭 吃着香 宋总 试试吧 等会儿 这才是正确的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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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味道 辛苦了 尝尝这个 这个是吧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 我还会经常在家里做吗 起司乐 你说你想找个有责任心 有耐心 可以陪你一起面对问题的男人 这些我都可以做到的 偷听得到还挺详细啊 起司乐 我可以给你承诺 我们结婚之后 我可以把萱萱 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但是你要让我了解你们 就比如 萱萱是在哪儿出生的 我们又不是伴侣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再说了我也没有问过你 晨晨为什么没有妈妈吧 晨晨一直跟着我 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们 宋总 难得来这种地方 是吧 别凉了 你喜欢吃龙虾 我呢 喜欢吃臭锅 和鲜和海鲜养不到一个池子里 就好像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勉强在一起根本没必要 起司乐 我给的承诺 就一定可以做到 来一会儿细细迷迷不停 却拥抱你 要蜿蜒多远到距离 行了 行了 别勉强了 司王 我和你 我要试一试 那个策划案的事 你不是说对我的策划案很热 很认可吗 那咱们聊聊 关于你的策划案 其实我已经 我接个电话 可以 喂 宋总 佟总推荐的捧口商 已经等了快两个小时了 好 我马上回来 跟我一起回公司吧 来给好你的参观案 好啊 可是我得回下来一趟 我得拿一些资料 我送你 一会儿你先在办公室等我 好 我去拿个资料 走吧 好 好的 佟总 宋总 会议室那边已经等很久了 要不你先过去 这边交给我吧 那你都能好好解释 房秘书 齐小姐 这是与兰迪终止合作的协议 解约 对 是宋总安排的 好 抱歉 接个电话 喂 打印好了是吗 先确认一下数量有没有问题 好 那先拿上来 细节我们现在再调整 接下来 他到底什么意思 你脸色好差呀 不愧是算我们出了问题吧 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这个结果 单纯 佟总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明白 难道浩宇没有告诉过你们 茂林从来不会至少一家合作方 大公司同期笔稿是行规 我因能力不足被淘汰 我可以接受 可他一早就已经决定 用我介绍的广告公司了 你没看出来 他一开始就没打算跟你合作吗 现在不适合他 改天吧 宋总今天不在 他就要带我来跟您核实一下 策划案需要修改 要不你把策划过了一下呗 行 那我回去看一眼 这一定有误会 我去找他问清楚 刺激欺人到这个地步 你可真是可怜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 佟洛奇才是他唯一的选择 你只不过是一个调味品 我劝你是去走人 别当了备胎还上了眼 佟总 我是来谈工作的 您想怎么认为 那是您的事 齐斯乐 我实话告诉你 他现在正在跟我接受的 广告公司负责人签约 你别白费劲了 谢谢你 宝贝最好了 我们下次再努力画一个更好的 再获得一个小红花好不好 使个愿吧 谢谢小白小怪蛇 拜拜 我劝你持续走开 他现在正在跟我接受的广告公司负责人签约 辛苦了 你别赶费准了 走了 你这提案我会以够 太好一切了吧 把人高高地捧起 再重重地摔下 都是你的乐趣是吧 虚情假意自私自利 完全不顾他人感受 就是用来形容你这种人的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是吧 那倒不是吗 那你刚刚签的什么合同啊 不是你看着我为校母忙前忙后 最后蹭乱案成为一堆废纸 你把我的尊严狠狠地踩在脚底下 让你很有成就感是吗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承诺 我再也不会信你 宋总 齐小姐怎么走了 这份跟人协议还没有给她 好 这怎么了 浩宇 我给你介绍了这么好的广告公司 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你是故意安排 今天让广告商过来的吧 好 宋余 宋总 宋总 推荐会的股东表局马上开始了 其他的几位股东都到了 他们一直在催 我们迟到的话会很麻烦 要不 你还是去一下吧 走吧 老师好儿老师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宝贝再见 我的机车鸟視 学学 今天妈妈呢有事情要忙 所以接不了你了 干妈会送你回家 然后干妈陪你在家里 一起等妈妈回来 好不好 好 嗯 萱萱真乖 等萱萱上了大班 升到干妈的班里 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萱萱要好好吃饭了 对对对 喂 能听见吗 黎兴老师 黎兴老师 您在上周六晚女酒店 五八八八 往前丢失的机车钥匙 在门门处扔你一下 闭嘴吧 让我死了 女酒店 五八八八 往前丢失的机车钥匙 你大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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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根大一根 吞我说你 我 我 我知道错了 怎么那么大劲 你现在知道错了 晚了 你跑到我上班地方胡云乐雨 让我不好过 你也别人叔叔出去 我告诉你啊 今天不管鱼死不死 网一定破 硬要说是鱼的话 你也肯定是条电脑 说凶就凶 那天咱们还很有感觉的 你说只要在我身边 一切都很美好 结果呢 把我一个人扔在房间里了 那天的事 你都记得是吧 你今天这个发卡吧 没有那天那个小啾啾可爱 这可惜啊 不能念够 这可惜呀 啊 没说完呢 您谁呀你 我不认识你 走开 我学习 不认识你 走开 我说是谁呀你 可爱 忙什么呢 忙完了 忙完了 正好有个事要告诉你 最近啊 我认识一姑娘 特有意思 你猜她是谁 没兴趣 怎么了这是 工作上的事情 一向来是得心应手的 那就是 上次那个姑娘没拿捏住 我就说你轻狂了吧 没事啊 兄弟在这方面有经验 我传授给你一个 三不原则 能见面就不要打电话 能打电话就不要发消息 能发消息就不要亮 许总 小琪来了 来来来 快坐快坐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两位都是我的老伙伴 侯总 马总 侯总好 马总好 来 坐下 坐下 哎 许总 我刚刚在电话里 跟您提到的那个方案 别着急 别着急 先喝一杯 许总 我 不怎么喝酒 这谈业务不喝两杯 那怎么谈啊 是吧 我又马总 是吧 小琪啊 小琪啊 你就这点诚意 让我怎么说好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许总 我这只 我酒量不太好 那是后话 得先有个态度 对吧 小琪啊 你在广告行业 也不算新人啊 这点规矩 你应该懂吧 行 那我干了 好 酒量 来 来 再来一杯 好 小姐 您还口吧 快 您的电话 喂 您好 我觉得主人喝多了 吐得挺厉害的 现在不太方便接电话 这里啊 昆山大酒店 谢谢 我陪你啊 不用 来 再给你买一个 许总 我 我 我真的不能再喝了 喝点水 喝点水 来 谢谢 谢谢 你干什么 别这么紧张嘛 小琪 小琪 你松开 你这是谈话的态度吗 这个项目你还想不要做了 许总 你个冷静 您想怎么谈 说话语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一个世界的美梦 走 我才 都在 你眼中 我才 都在 你眼中 任 econom 原来 错过的 彩虹 原来 错过的 彩虹 原来 只是装进了你的瞳孔 原来记忆中 那些心潮的汹涌 原来光与光 是在黑夜中相逢 From this moment 向前轻缠着我们 整个世界的美梦 我猜都在你眼中 日升又月落 春夏和秋冬 低不过这一分钟的相拥 From this moment 向荣耀所有可能 关于时间的歌颂 穿过世间的迷宫 你还在我心中 有太多的相逢 来去太匆匆 忘记了曾经有过的行动 这分钟的行动 我们就在这里 对你一定会有的行动 在你身上的行动 那么多的行动 现在就不需要 一会儿去太区别的行动 感谢观看